就有一個在地人跳出來講 他就說 等地人平常不會上去那個山 他說因為 很多人在那邊輕生 我們就要進去放東西的時候 我老公就開始一直打隔骨 他就說 我就真的很不舒服 廁所會放一個很奇怪的音樂 他說放的那個音樂就是 鋼琴音樂 你知道嗎 我朋友 同行的朋友 男生在那個錄影地門口在講電話 他就說他在那邊的時候 他 喔 幹 我雞雞皮疙瘩耶 好 我就要跟你們分享 我們這週去錄影的時候 發生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邪門到不行 我們就訂在台中的一間錄影地 行程出發前幾週 我其實就已經有查那間 錄影地的評價好不好 我看的時候我記得是好的 然後我才說 欸 那我們就去那間錄影啊 然後大家都是好啊 那我們就去了 結果到當天錄影的時候才發現 欸 我們走錯路了 然後找不到錄影地 我們當下就是才趕快搜尋Google 然後想說 欸 正確地址在哪裡 結果我們到了時候 同行人就說 這錄影的評價很差耶 3.8而已耶 然後他們就看說什麼 錄影地怎樣怎樣不好啊 什麼很髒啊 沒有整理啊 然後說什麼 衛浴空間很可怕啊 然後都沒有在維護啊 東西壞掉的很多啊 所以我們到底到了哪裡 欸 因為我在起雞皮疙瘩 然後我們到底到了哪裡 比如說你中間選的錄影地 一定就是當下 而且你用手機定位最準 但我們就是已經到了嘛 當下只有我們這一組客人 你們那天是禮拜幾嗎 禮拜二晚上 禮拜二晚上 禮拜二晚上沒有人還可以接受 你開錯了然後已經開到了 然後當下你就想要不要下車的時候 我們當下沒有人忙下車 因為真的太空了 你有遇到影主嗎 然後沒有遇到影主啊 我們是自己去找影主的 因為它很奇怪的是 有一個小巷子 停下來之後右邊是錄影地 左邊有一個空間 我們一直覺得那個建築很奇怪 因為它不是一般普通餐廳的建築 所以我們就想說 欸 那也只有那個地方可以進去 我們才走過去 然後就有人來歡迎 好險有人有腳的 有人他就出來歡迎你 他就說是今天要那個要來的 然後我們就好 就稍微講了一下 然後我們發現 好奇怪 為什麼進去裡面 因為正常的吧台 其實很小一個對不對 它吧台超長耶 Check in 完之後 從大廳出來 然後同行人就說 他想想去上廁所 我們就去旁邊的上廁所 就去上廁所發現很奇怪 為什麼那個廁所 竟然是遊客中心廁所 然後我們後來回到車上的時候 我們才查說 喔它那個原來是之前 2022的時候是遊客中心 但不知道什麼原因 倒了 然後被承包成餐廳 反正就是 它的餐廳裡面 維護得很好 可是一出來 你看到外面那個大廳 你就會覺得 超可怕 超荒涼 然後都沒有維護 沒有修繕什麼的 就只看到裡面餐廳裡面有貓 重點是貓是養在什麼地方 原本貓 原本 集穎地 因為貓本來對鷹那種東西 就沒有感覺 集穎地 然後我們就回到車上的時候 就決定說 喔那我們要把行李 放下來 因為都Check in的 已經也知道 我們帳篷是拿兩帳了 我們就要進去放東西的時候 就一進去帳篷裡面 開始放東西 然後我老公就開始一直打嗝 他真的就是一直 然後不停喔 打超久的 因為我們心裡很多 因為有小孩的東西 心裡很多 我們就一直邊嚇 然後他一直打嗝 他邊放東西 邊跟我講說 我很不舒服 我說 那你不就在打嗝 你有多不舒服 哇有點火都上來 因為東西很多 我覺得很煩 你有多不舒服 他就說 我就真的很不舒服 因為我以前體質很敏感 所以他不敢在我面前明講 他只說他很不舒服 然後東西放完飯之後 他就說 那我們先去洗澡 你一定拖另外一個朋友 他們照顧 他平常就是容易打嗝之人嘛 他從來不會 他從來都不會打嗝 所以我覺得非常奇怪 他就一直打嗝 他說我很不舒服 我們還是先去洗澡 看看好了 看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說好 然後我們就把小孩拖到 另外一個帳篷 然後我們就東西放不放中 我們兩個就先去洗澡 重點是 我真的是覺得 歐彌陀佛 因為當天確實沒有人 只有我們嘛 音助也說我們包場 然後加上 我們其實忘記帶浴巾 我們另外一個朋友 借我們一條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拆開洗 我們就一起洗 好險我們一起洗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超可怕 你知道嗎 後來我們去盥洗區啊 打開喔 那個門裡面地上全部都是落葉 落葉多到你會覺得 這裡有在管理嗎 真的就像評論書的你有在維護嗎 我們之前常去朋友的露營地 盥洗是很乾淨 然後吹風機也是在室內 但是那一間的吹風機竟然在戶外 然後台中那間的露營地又在 有點在海邊 然後跟山中間你知道嗎 風超大的 然後那吹風機就超小 才那種按壓式你知道嗎 你要一直壓著 到底是冷風牆還是熱風牆 就是廁所裡面不是都會有 提供洗髮乳跟沐浴乳嗎 對 你如果不想提供給別人使用 你要嘛就是把那個拆掉 要嘛就是空著對不對 但是沒有 它那裡面全部裝滿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那那是可以用的嗎 就一擠出來 冰水 就是水而已 就是水 那你為什麼要放在裡面 然後那水會變 好不合邏輯喔 很可怕 你不覺得這樣子 你好像有東西在 就是有液體 好像是要給人家用的 也沒貼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因為我想說兩個擠 聞聞看應該大概知道味道 所以那我要知道是你有戳過氣泡 起不來 我就是一擠就發現是水啦 它已經不是勾撞的東西了 完全就化掉這樣從你手 而且你放多久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壓了 我就覺得啊 怎麼是水 噁心死了 然後你的蓮蓬頭也沒辦法掛 因為掛牆壁那個 掛蓮蓮蓬頭那個東西是壞的 所以蓮蓬頭是歪的 它唯一的廁所唯一的優點 就是只有它的熱水器在廁所裡面 你可以隨時調溫度 不然我真的會冷死那風都一直灌進來 我覺得蠻神奇的事情是 假設按妳剛剛的講法 這樣的營地也不應該有3.8 就是可是它竟然是3.8 我感覺妳到異世界去 然後對 這是很像到異世界 然後重點是它的那個 噢它那個冠起雞真的好冷 冷到不行 因為風一直灌進來 然後到最後我跟我老公是抱著洗澡的 因為真的太冷 你地上都要洗完之後 你要到浴室穿衣服的時候 你還會踩到那地板上 那地板上也都是沙子 真的假 就是很髒 就是像我影片拍給你那樣超可怕 而且其實你禮拜二不應該 因為通常6日最多人去 那禮拜是缺考 那一定禮拜一打掃或是禮拜二 很奇怪啊 我就覺得非常的奇怪 而且我老公還真的還在外面 寒風中吹頭髮 因為他是一個不洗頭不行的人 然後我就先回營地 我們從廁所走回營地的時候 我就碰到我們同行的人 然後我就跟那男人聊了一下 他就說他頭很痛 他就突然說說他頭很痛 然後我就想說 是因為風太大嗎 他當下會覺得頭痛 就是因為他去了廁所 他一去廁所找到的時候等一開 他說是一個冷風 直接從廁所裡面灌出來 我就說會不會是因為那邊風把就很大 然後他就說 你覺得廁所會有冷風嗎 風再大也不會一陣冷風 突然灌進來然後就沒有吧 他說他是灌完之後 再回到營地口講電話 他才發現他頭很痛 我們也沒有多想 我就進去營地裡面 去朋友的帳篷 看我的小孩他們在幹嘛 在玩什麼 或者是他們就在裡面蹦蹦跳跳 跳跳跳跳跳跳跳 沒多久我們就發現就是 還是很不舒服 然後就開始出現一些症狀 就是開始黑咕 因為為什麼我會覺得他黑咕呢 是因為他突然沒事就開始一直咳嗽 然後那咳嗽頻率非常不對勁 是大概兩秒三秒就咳一次 一直咳一直咳 就真的像我們黑咕的症狀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討論一下 就覺得說不行 我們不能在那邊住 因為這個房間 我不確定有沒有打掃乾淨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有很明顯的 症狀是不舒服了 所以我們最後討論 加上我老公說他不舒服嘛 另外一個也說他頭痛嘛 我們想說好 是不是那營地真的是風太大了 那我們就不要住在那邊了 我們就直接看要不要在其他地方 再找住宿點 結果我們就把行李全部收一收 把床恢復原狀 我們就直接不住了 我們就離開那個營地了 我們要半夜趕去苗栗 我怕在車上想上廁所 所以我就跟他孕婦朋友 一直去上廁所 然後我就說 欸你先去 我要先去拍一下那個 我有盥洗室給我姐看 反正我就在盥洗室拍一拍 拍完的時候 然後就去廁所 然後找我朋友 然後我就說 欸我也要上一下 然後我就突然就是想拉屎 我就說 我說欸我想拉屎 你還是你先回車上的 因為我怕那個風很冷 他懷孕 我拉一拉拉拉 然後出來的時候 他在外面等我 我說欸你怎麼沒有走啊 好險我那天雖然便秘 但是我拉的還算蠻快的 好沒有想知道 好然後出去的時候 看到他說 欸你怎麼我們還沒走 因為風很大 他就說啊沒關係 就等你一下 然後一上廁所 他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其實廁所很可怕嗎 我說為什麼 他說廁所沒有燈 完全沒有燈 連外面都沒有路燈 你要踏很大聲 他好像是聽聲音定位的 燈才會打開 但重點是 他說廁所會放一個很奇怪的音樂 不是 他說不是你 你燈一開就馬上放喔 雖然燈一開馬上放也很可怕 他可能是怕人家嚇到吧 那個設定不知道是怎樣 反正他就是燈先開了 你人進去了 他在開始慢慢放音樂 但是這樣也很可怕 太恐怖了吧 他說放那音樂就是 鋼琴音樂你知道嗎 你知道當下去的時候很可怕 很黑 然後團放音樂 然後又是從那種慢慢放 然後變大聲這樣子 我朋友同行的朋友男生 在那個錄影地門口在講電話 他就在錄影地路口 我就是從盥洗室這樣走過去 然後就遇到他 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他就說他在那邊的時候 他 噢幹我起雞皮疙瘩 因為他在跟他朋友視訊 因為他朋友就是開錄影地的那個 他給他看了一下 別人的錄影地長怎樣 然後他在視訊的時候 然後他一直往上看 他說當下 有人一直在敲那個樹 你哪個死到 看我起雞皮疙瘩耶 他就說有人一直在敲上面的樹 而且敲到那個頻率是 都沒有人力 只有我們 是他有聽到聲音 他就是有聽到啊 他說除了風聲之外 很明顯你在敲木頭的聲音 噢好可怕雞皮疙瘩 然後他就 而且我們是走了之後 我們才敢講 噢你們滿有默契的耶 然後走了之後 然後我老公就開始講說 他就說 我一直跟你講不舒服 我一直不敢跟你明講 因為我怕你會怕 嗯 他就說 太貼心 他說我距離上一次 這麼不舒服的時候 是在他當兵的時候 在成功嶺的時候 因為成功嶺就是出名的 基因的 陰區 可是你老公是他可以 他會感覺到 他感覺不到 但是真的遇到 非常不舒服的事情的時候 他會就是會這麼嚴重 他當初在成功嶺 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也就是高燒不退 然後他是處理完之後 燒才退的 然後他們兩個都沒有Re好 我老公跟那個男生 兩個人都沒有Re好 然後我們是到 回到苗栗的時候 在跟他那個朋友講的時候 才發現說 喔他們兩個也都不舒服 可不可怕 奇葩台中的經歷 是離開之後的嘛 我們就從台中拉到苗栗 就是真的住到真的都太不舒服 對 當晚回到 朋友的營地的時候 我們到苗栗 才感覺 喔原來現在身體才是舒服的 剛剛其實都在不舒服的情況下 然後我們就回到苗栗的時候 我們就查評價 四點多顆心耶 我不知道我在台中的磁場怎麼回事 看到的時候是3分8分 可是那時候你營地的地名是一樣的 那一區只有那個營地 所以不可能查到不同音 結果一輸入那個地區的名字的時候 關鍵字竟然是很音 那個地方很音 然後我就手點進去看的時候才發現 同一年是今年的時候才八月多喔 有一個網友就發了一篇文 他就說他跟車友騎車上山 然後他是突然不舒服 然後坐在路邊 然後開始乾嘔 然後臉色發白 他說他完全沒有辦法講話 就是瞬間突然間的 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在我們露營地的旁邊 你走路大概幾公里就可以到的 一個公園口 因為那邊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邊主打的就是公園 然後就有一個在地人跳出來講 他就說 本地人平常不會上去那個山 他說因為很多人在那邊輕聲 然後因為案件很小不會上新聞 所以不一定是每個人都知道 但是在地人都知道 他說所以在地人除了運動之外 他沒事不會上去那個山 然後你在想喔 輕聲 然後在想那個樹的聲音 所以之前輕聲的地方在哪裡 你不覺得很可怕 整個就很紅嗎 然後下面還有很多網友留言說 那邊本來就是公墓了 那假設說再給你去一次感覺 我不要 他就算付錢給我去我也 真的假的 超可怕耶 我就找有些人度數新的是怎麼樣 然後有人就說 因為那一區的露營區是寵物友善露營區 所以寵物是可以進房間的 所以難怪弟弟在房間裡面蹦跳的時候 就黑咕 然後我也黑咕 因為他蹦跳我也在房間裡面 所以我們就黑咕了 我沒有講 我只是把自己發生的經歷 很可怕的經歷分享給你們 說不定就是其他人的發姿很重 功德無量 欸你也蠻猛的耶 你這輩子露營第幾次而已 老實講第二次 你好菜就遇到了 我嚇壞了 我就是經驗很少 我第一次 我們第一次還第二次是去朋友的 就是那苗栗的露營地 所以我可能對露營地的印象就是 欸就是這樣子 懶難度應該就該是這樣子 就到時候才發現 欸為什麼我慣洗浴室有落葉 為什麼老廁所 衛生紙沒有換 然後地上 麻松裡面還有曬 奇怪是 4.9我從來沒看過有這種廁所 對不對 他的評價很奇怪啊 所以長得一模一樣 長得一模一樣啊 那我覺得你是到異空間去 你遇到老闆有腿嗎 有喔有腿 我有缺了 你有沒有 不是因為Ding很奇怪喔 你那時候是平日耶 你因為平日廁所怎麼會長這樣子 對啊 而且他是禮拜二 而且你沒有沒有人 應該通常六日最多人住 所以住完不應該有那麼多落葉 因為大家會去洗澡啊 落葉都被沖走了 或是沖到那個水溝蓋的位置 會不會有人看到這集之後 更想去挑戰 也想要去異世界的露營地玩玩看 好險我們當下真的走了耶 發瘋 超可怕 然後一走的時候我們就很生氣 我們就說 早知道要走 剛就不要洗澡 這個奇葩恐怖故事 就到這邊結束了 就是我們突然聊天聊一聊 就是想要分享的恐怖故事 就在這週發生的 期待我們下一次的靈異影片 希望不要遇到 走走走走